最近由中共国防大学制作的一部影片视频在网络上传播 影片中不但讲述了苏联苏共的解体 主要还批判了中共的党政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非政府组织 被美国渗透对中共进行肢解 有评论就认为这是军人干政的危险讯号 也有人分析影片是想告诉中国人 共产党解体在中国是不能发生的 那么有学者就反问 又说中美现在是战略伙伴的关系 又说是要颠覆我们 究竟哪种说法是对的 这部宣传影片较量无声 长达90分钟分上下两集 今年6月由军方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制作 总制片人是国防大学政委 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上将 据了解 这是第一次军方公开制播的论证节目 影片在开篇介绍了苏联在美苏冷战期间倒台的经过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武凡分析 中共生怕在中国出现像苏共解体的景象 而借此告诉人们共产党的下一步方向 影片中有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公开退出苏共的场面 很多人看了这个视频或许会更加期盼中共早日垮台 看到这个叶利钦公开退出苏共的场面 我相信很多人的内心必然会受到震动 外界普遍认为叶利钦最大的攻击有三点 一是他退出共产党 二是他解体了苏共 最后他开创了一个民主进程 这个进程不但对俄罗斯 也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时事评论员林子旭认为 视频如果在早些年推出 或许还能蛊惑人心 但是今天拿出来翻炒 效果恰恰相反 这个视频不是通过官方媒体 而是通过网络来操作 其很有可能是中共党内某一派系所为 这应该是中共18月三中全会之前的党内权头升级的一种表现 视频企图通过抬出邓小平 来警告党内想要在三中全会有所突破的官员 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苏共就是下场 影片描述苏联垮台后 美国战略目标的转移 指责美国企图用五条战线颠覆中国 包括政治渗透 文化渗透 思想渗透 组织渗透 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 但中国近代史学者张立凡对香港明报表示 影片的拍摄是军方出于利益的考虑 他认为 只有将中美关系这种颠覆或是阴谋论说的极致 才能够争取更多的国防预算拨款 至于影片中所描述的中美关系 许多都是似死而非 他反问 又说美国现在是战略伙伴的关系 又说是要颠覆我们 究竟哪种说法是对的 如果说美国要颠覆中国 为何中共的高官要把他们的钱 把家人都送到美国呢 做卧底吗 也有网友提出 既然如此 中国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美债 并且是美国的最大债主 这不是资敌吗 林子旭分析 影片的功效是欺骗老百姓 因为目前中国社会危机四伏 矛盾重重 老百姓对中共怨声载道 中共巧妙的将这些民怨 转嫁给了美国 这个视频很巧妙的 把中共导致这些社会问题的罪责 转嫁给了美国 试图让老百姓 把这个怨气的释放在美国身上 这样中共就可以获得一些喘息的机会 较量无声这部影片 还公开批判有些政府部门 利用国家资源 为西方思想文化渗透 名罗开道 香港苹果日报评论 既然中国的文化领域 党政机构如此不洁 是不是要再来一次文革的军管之左